嗨 大家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神是报仇的神 我就找到这个经节 以赛亚书第34章第8节 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 为喜安的争辩有报仇之年 所以耶和华是报仇的神 所以我们有什么事神会帮我们报仇的 那天我在加油站 那个服务员就叫我说 你把车挪一下 我就说我为什么要挪我的车 然后他就是很坚持 我挪我的车 我隔天去看他们的窗户就被人家打烂了 门好像也被人打烂了 好像神就是会帮我们报仇就是了 我用这个科比的案件 好像有一点会怕人家 说这个不应该讲 这个好像会怕人家被告是 会怕被告是吧 但是科比就是他躲过 他就是强奸一个女生嘛 然后他是躲过那个就是法律的制裁啦 因为他很有钱嘛 他就是用钱去去收买就是了 然后你看他和他的女儿不是都过去了吗 所以我就感觉这个是神的一种惩罚 像像那个大卫不是也杀了人 大卫王杀了人之后不是他的小孩也死了吗 神跟他讲说这个就是给你的惩罚 神跟他讲得很明白 而且之后神又给他不同的惩罚 我昨天看那个万象奇谈 那个小哥不是说 哎呀还有很多人都这么说 哎呀下代书他们逃过一劫 就是下代书他们就是很轻松 就是逃过一劫 不用受法律的制裁 我跟你讲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我觉得神 如果在神的手中更可怕 如果是你有法律的制裁 可能我在想可能还好一点 神在惩罚真是蛮可怕的 我就记得有一次我说了 林书豪的坏话 就是在他背后说他的坏话 被神骂得很惨 我就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 所以你们等着瞧好了 我觉得他们不会那么容易逃过的 大家等着瞧好了 因为神真的是报仇的神 所以我的感动是神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 因为神也不想杀人 所以神是希望他们悔改 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赶快悔改 不然神是蛮可怕的 我是很怕神的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我是看过很多人做什么坏事 后来有什么报应 都是蛮可怕的 所以呀 我们求神做我们报仇的神 可能很多人都希望说神会帮我们报仇 神做我们报仇的神 我们也希望这些坏人可以悔改 神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